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两岸防护评论 我是施教伟 日前的台湾军方这个宪兵单位 在台北的市中心区 利用深夜进行一个叫 重要目标防护演练的 这样一个演练的一个科目 那这样一个重要目标防护演练的 这样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呢 他的这个演练目标 也跟我们的这种万军演练有关 在台北市来讲 有关当局行政首长 他们所在办公的这个处所 其实离作战指挥的这个中心 有一段路 那同样的指挥当局这些人 他的住所 其实也就在这个办公处所的附近 其实两个离的也是非常的近 如果万一就是状况变化 那就必须要让这些人员 快速的移动到这个 作战指挥中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何能够让 这个行政首长 在最安全的情况下 从住所或是办公处所 转移到这个作战指挥中心 一直是台湾军方 他每一年都会列入到固定演练的这样一个项目里面 当然以台湾的这个军方的这个部署来说 台北市区的这个防务 他主要由装甲宪兵营来担任 那个装甲宪兵营 他们其实底下就有三个连 那他每一个连里面 他其实会有包含像防空牌 反装甲牌 机动牌 那这个防空牌跟这个反装甲牌呢 他其实就会配布 类似像这个红纯火箭弹 还有像这个刺针的变息式的防空飞弹 那另外这个机动牌呢 他本身就是利用这种重型机车 然后在市区内进行移动 以装甲宪兵营来讲 他当然其实就会在这个行政首长的这个住所 或办公室所附近呢 进驻这个战甲车 以目前台湾来讲 就是台湾这个云豹装甲车 那这个云豹装甲车 其实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就达到这个附近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就隔个两条街而已 真的就隔个两条街 所以他出现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防空牌跟这个反装甲牌 他们会搭乘轻便的这个数据 然后跟随在这个行政首长 这个车队的旁边 然后进行这个 对于防空跟反装甲的一个监视 那当然以现在来说 那个台湾的军方会认为 对于行政首长来讲 最具威胁性的 应该是所谓的反斩首的这样一个攻势 那这个反斩首 其实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 它会分为有人或无人 其实以目前台湾这个都市化程度 以及以台湾军方所建立的 这个反无人机的这个能力来说的话 你要到市区进行这样一个 无人机的这样一个斩首攻击行动 它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的 并不是那么的十拿九稳 所以对于台湾军方评估以后 认为透过特战人员 然后经过渗透 然后在市区布下这个狙击点 这个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它的 所以你也看到 目前台湾军方的这个演练 就是朝这个方面来再做应用跟变化 比如说当这个行政首长搭乘云报假车 从办公处所或住所前往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 恒山指挥所的这样一个路上 那这个时候这些机动牌 它就会搭载的这个反装甲 跟防控的这些人员 在路上随时在侧进行移动 那如果万一碰到 有这种渗透的特战人员 开始进行接战的时候 那就要由装甲火箭弹 对于这样的人进行一个攻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这种 进行斩首的这种特战人员的话 他通常可能会利用建筑物 在城市里面进行这样一个 著名地战斗 你有可能遭遇到这个斩首人员 运用到反装甲武器进行这个攻击 那也有可能透过这个直升机 进行快速的这种渗透跟攻击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防空牌 还有那个反装甲牌 都会派上用场 因为我们知道 以目前攻击军来讲 它有非常多的 包含四轮六轮跟八轮 这种全地形车 这种全地形车 搭配上人员之后 它可以进行非常快速的这个移动 而且携带好一定的这个冰火力 那这种反装甲牌 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反制 未来如果就是说今天 这个真实状况发生的时候 这个台湾的行政首长 有没有可能转进到 在附近的这个美国舰艇 然后进行这个托尼呢 其实以目前台湾的 这种行政首长来讲 我觉得不管是蓝绿 大概都不会做出这样一个考虑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就是人民选择它出来 它就必须要对人民负责 所以今天即便是对于台湾来讲 最坏的状况发生 它也必须要跟台湾人民在一起 那当然你说会不会到最后阶段 那个情况非常不利的时候 是不是很可能转进到 这个附近的这个美舰呢 那这个我个人觉得 以目前来说 你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 但是如果有这个时候 真的发生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舰艇前来 最主要还是要撤出 它在台湾当地的 这样一个侨民为主 或者说撤离它在台湾 他们所认定的 这样一个高价值目标 但是如果说 以台湾这个行政部门来说的话 如果跟着要离开 对于台湾当地的这个人民来讲 那如果你今天你行政的 这些最高行政的人员 都跟着走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对于台湾人民来讲 那在持续的战斗下去 它的意义就不大 所以你一个行政首长 你不能说跑就跑 今天我们的两岸房屋评论 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也请屏幕前的各位 为我们订阅 点赞跟评论 然后我们下期再会